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戴上手铐 这个呢曾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 就是没明白他为什么被抓捕 那里面逐渐的故事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跟柯P个人有关 我跟大家讲这具体的故事 当时呢30号7点钟把他到他家去搜查 他很配合一切的过程中他很配合 然后大概不到12点钟查完了 然后就就这个人家就地检署的人跟连政 应该叫连政公署吧 就离开了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柯P跟他的太太 是主动自愿到这个到这个连政公署 应该是联邦一级的 应该是联邦一级的 去配合调查 所以大家明白不是台北地检署抓他 而是他自己主动配合去调查 这是一个关键原因 所以在一出门的时候呢 他口气很硬 而且直接指责今天的执政党 民进党是一种政治迫害 他就去了这个叫什么连政署啊 大概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呢 说完之后 交的完之后 台北地检署 所以这是两个机构 台北地检署呢 就不干 说你在那说完了 就得到这来说 他这里有一个司法办案的程序问题 就是如果科僻不去 就要等待官方去发这个通知 所以呢 他的意思就是 一旦张口说话了 就是被调查的人张口说话 那就得这个案子 就一股脑力 就一口气都得走完了 中间有几个问题 一个呢 就是嫌疑人呢 防止嫌疑人出逃 跑了 第二个呢 防止嫌疑人 串帮 就相互勾串 相互勾串 这个相互勾串 然后结成同盟 那第三个呢 有时候就说 如果他罪行过重的话 罪行过重 他的标准是五年以上 罪行过重的话 也必须要一口气弄完 就不能让他再离开 你进了公家公所了 你就不能再出去了 所以他这个很显然 科匹自己呢 又不知道他旁边的律师 怎么给他出的主意 太缺乏基本常识 就是作为一个政客 他缺乏基本认知跟基本常识 也可能呢 他过分傲慢 这个他的过分傲慢 也可能促成这一份 就是他其实一切以他为中心 那我们在大选 美国大选 这个台湾大选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比较多 我个人觉得不太 不是那么回事 那这是台湾整体的一种表现 那科匹所以就是 不明白他为什么自己要去 所以但是跟他个人直接相关 那他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台北地坚署就给他弄过去 夜里11点 他弄过去 夜里11点 他都65岁了 他受不了嘛 对不对 所以就又在那审了 大概三个小时 在地坚署的地下室 那在地下室审三个小时 大概在两点半到两点三十分 地坚署还要继续审 就透夜审完 那科匹就有点不干了 这个他就说我太累了 不干了 然后地坚署答应呢 说这个 那你可以休息三四个小时 但是就只能在地坚署休息 不能出去 那科匹也不干 科匹不干之后 自己就往外走 我回家了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的问题 所以我也 咱们也不明白 旁边的律师 他旁边的律师 到底有多专业 多水货 这一走 他这一动步说我自个回家了 这是违法 他违法上高到更高程度 就涉嫌逃逸 藐视法庭 藐视中华民国的司法制度 司法体系 藐视办公 就是办公 办官 这个就办 办案人员 所以当场就给他抓了 他不具备这个常识 这就是他真正被抓 一下扣着手铐被抓 卸菜了 也不回家了 在这期间 他的老婆 是跟着他一起去的 所以在他老婆 跟着去的时候 老婆是做证人的身份去的 那他是作为定罪 叫图利罪 所以在他去的时候 就已经给他定了图利罪 那现在我们现在看 正在等待 又加了一罪贪污 贪污判刑十年 图利罪五年 所以两罪合身十五年 他出不来 他肯定出不来 所以他就变成了 九月一号一直到现在 一直拘押在台北这个署 那今天呢 因为现在有一个时辰 现在晚上 他刚才说是晚上八点钟 地监署最终要开庭 可能是要透过法庭吧 来决定他是否进行拘押 拘押禁件 就是禁止对外见任何人 因为拘押禁件呢 他还是秉行那三个条款 一个 是否有逃逸的可能 第二个 是否串供 伪造 销毁证据等等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重罪 所以拘押禁件呢 这三个条件 只要有一个条件被怀疑 他就将被 他出不来了 就是 他就 就是这么 这前后的关系 也是这么个关系 那涉嫌呢 涉嫌多少钱呢 他现在其实身上涉嫌五个案子 而目前主要抓的是两个 就是叫什么 就是那个京城什么建设 那个building 但是在整个透页 在他审讯的过程中 阿北自己也抱怨说 一直问的是这个大选 就是竞选时的那个政治现金 450万台币 450万台币 如果你除以二十 三十二的话 三十吧 十五万美元 还十五万美元 自己给装兜了 那是人 政治捐 政治现金 这个就是说 他的做法 第一 他太爱钱了 第二 他什么钱都拿 第三 他没有一个 一个政客的基本常识 所以这些都是 完全有证据了 那另外一个证据呢 就是他的太太 他太太 在配合调查的时候 人家已经给他们 弄一个底朝天了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他的太太 知道大笔的现金 从一个政治捐 从不同的账号 捐到他们自己家里 所以这个 那个现金流动 所以这些人都抓在手里了 那这就是一个 基本这个案子的背景 那这个 他们叫 就是台北 阿北援助团 就是指 阿北 他有十年 十年的执政 2014年的 这个太阳花 2014年 他进入台北市 进做市长 所以十年的政治生涯呢 凝聚了一些人 所以那些人被人们叫 被称为叫小草 那他是要推翻 这个 叫做推翻这个 这个 蓝白的贪污腐败 什么这 那有一很大的说法 就是他嘴太丑 他说话太不好听 太损 而且永远以法律作为依据 就来不来我就跟你打官司 来不来我就跟你打官司 在大选的时候 他就这么干 谁敢说我 我就跟他告他 我一定给他告 家破人亡 那今天的故事呢 就这么对的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 他为什么被抓 和现实的状况 目前在等结果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还是跟大家直播 本来想九点钟直播 但他那个东西没完 所以这里跟朋友打声招呼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拍摄 我们下期待 这一会儿 我们下期待